高圆圆嫁给赵又廷之后 很少有新的作品出现 而这一次 她以完美伴侣的身份卷土重来 高圆圆这个素来清纯可人的女人 竟然成了一个职场女强人 胡歌也在其中客串 高圆圆在剧中扮演陈山 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金牌律师 年近四十 一心扑在公司里 只在早上见过自己的女儿 晚上才会回来 蹦蹦跳跳已经睡着了 而老公孙磊则要做家务 也要做一份正经的工作 一开始 孙磊和陈山的关系还算融洽 但林庆坤的出现 让孙磊对她产生了隔阂 林庆坤在投资圈是出了名的精英 和陈山一样 也是个事业心很重的人 而妻子吴敏却是个很古板的女子 她无法理解丈夫为了工作 连自己的孩子都吃坏肚子都不管 千辛万苦跑来医院只是匆匆一瞥 在吴敏眼力 他们母子不过是林庆坤 应该拥有的 而林庆坤更看重的是自己的事业 林庆坤手里的大单子 就代表着陈山有可能在律所里担任高级合伙人 于是两个实干家就成了搭档 为了达成目标 他们还会编造一些谎言 来欺骗自己的情人 因为是唐人的电影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的胡歌 竟然在完美伴侣里 客串了一名保安 胡歌这次是纯粹的客串 特意安排了几个镜头 虽然还没有出现 但是却把主角给压了下去 话题度和热度都在不断的上升 再加上这么多大牌明星的加盟 收视率肯定是稳了